1945年的硫磺岛战役为何被称为绞肉机 这场战争中美日双方又是如何应对的 最终双方都付出了多大代价 1941年日军为了打破美国的限制 竟然派遣联合舰队偷袭了美军珍珠港海军基地 自此美军彻底和日本决裂 太平洋战争爆发 而随着中途岛海战日军的惨败 美军逐步掌握了制海权 一场为打击日本本土而爆发的战役 硫磺岛战争爆发 而硫磺岛作为日军本土最后的屏障 为了保证这场战役的胜利 日军做出了充足准备 首先派遣了日本战功赫赫的 立林中道中将担任硫磺岛防御作战总指挥 而立林中道与日本其他将领不同 他觉得让士兵自杀式冲锋是可耻的浪费 于是在到达硫磺岛后 他下令日军全部都要成为土拨鼠 将岛上挖空 作为防御美军炮火的堡垒 不仅如此 他还命令日军不准许组织自杀式进攻 要学会忍耐 要等美军靠近后进行火力射杀 要学会躲起来 岛上所有日军最大目标 就是尽可能多地射杀美军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 日军将整个硫磺岛变成了一个大碉堡 将大量火炮隐藏在后方 并且 日军还从朝鲜调动了22辆坦克 作为辅助火力 此时岛上日军已经高达23786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